大家好,我今天想談的題目是給人讚美,還是批評? 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個自己划船的小故事。 今年春天,我從北卡羅來納長康山大學畢業了。 大學期間,我參加北卡大學的划船隊。 這年來,我都很用功地學習,也很努力地人性划船。 然而,在我大事的時候,我的身體因失眠而感到越來越疲倦,一天比一天虛弱。 不久之後,我的划船機考試的成績越來越糟糕, 因此,有一天,教練隊友說, 你知道嗎?你的划船機考試的結果,完全不符合我們划船隊的要求, 一定要設法進步,否則就得不到隊友的信任。 聽了這樣的批評以後,讓我感到十分羞愧。 對,這表示我不符合當時划船隊的要求。 而且,如果在隊友不相信我,就會破壞我們之間的關係。 這也會讓我失去信心。 這樣批評的語言,會讓人想逃避,因此產生反效果。 相反的,讚美則有鼓勵人心的作用。 為了繼續努力,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所用的方法是正確的。 換句話說,沒得到讚美的人,可能覺得他們不是朝正確的方向努力。 這樣一來,他們也是會感到虛心。 因此,一句讚美的話,能讓人堅持不懈。 然而,讚美無法支持人的缺失,因而無法讓人改進。 顯然,無論是批評和讚美,都存在一些問題。 根據研究報告,讚美和批評的比例應該為5比1。 在紙張上,即使受到這樣的責備,也不會傷害個人的自尊。 因為還有更多讚美,來增加他們的自信心。 因此,效果是最好的。 以前,由魏老師講了一個相當有用的批評技巧,叫讚美三明治。 何謂讚美三明治呢? 這個三明治不是吃下肚子,而是說出來的。 你先給人讚美,再批評,然後再肯定他們一次。 這樣的說法,既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議, 又能讓他們了解,怎麼在疫情建立的技術上精進。 時間再回到大四的春天。 假如我是教練,我會對當時多說, 秀卿,你是一位非常努力的運動員。 所以我不太明白你滑船機考試章機, 給你在鼓上滑船的章機。 為什麼差別這麼大?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,怎麼提高你滑船機考試的分數嗎? 這樣一來,我會讓你感到羞愧。 二來,他也給過機會,讓我討論怎麼改正滑船石所犯的錯誤。 總之,無論是批評或讚美,都是很有用的工具,缺一不可。 就要看人們如何有效的運用。 下次將Kicking別人的時候,不妨加進繼續讚美吧。 謝謝大家。